人生在世 静缘当中 总不外乎 瞬间逆境 这是环境 物质环境 人世环境里头 总不外乎 相云我云 相云遇到的 这些人对你好 爱护你 帮助你 这相云 卧云怎么样呢 回报你 无辱你 障碍你 陷害你 就这些人 遇到这些人 都要明了 为什么呢 这个愿是好 不是坏 在卧园里面 去修 不生成灰 不会生起这个心 这是你修行 有功夫了 没有怨恨 我们想象 释迦牟尼佛 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修忍入波勒米 被戈利王 给戈身体 忍入仙人是菩萨了 看到一群宫女 跟她讲经说法 过过欢喜 信受奉信 没想到这个过往 她在睡觉的时候 宫女跑到 忍入仙人 山洞里面就听佛法 起来也看很不高兴 从我的人都跑掉了 找到这个洞门口 把人叫出来 也看了个修行人 你修什么 修忍入 好 试试看 看你能不能忍 用刀 一片一片 把人割死 凌迟出死 问他 你有没有成佛心 没有 一直到各道死 最后 佛告诉他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度尼 真没有成佛心 摄迦摩摩尼佛 感谢他了 就因为这一桩事情 摄迦佛提前成佛了 摄迦本来成佛 行界第五尊佛 弥勒在他前面 那因为 这么一桩死去 摄迦摩尼佛 功力提升 在弥勒佛之前 他们两个对调了 摄迦先成佛 弥勒后成佛 不是坏死 逆境物源 在考验你的 你还有没有成佛 还有没有嫉妒 还有没有愚痴 考这个东西 顺心也是来考试 你有没有贪念 顺心也有贪念 你也完了 你这考试失败了 不及格 逆境物源来考你 你还深沉灰心 还不服气 这不行 这不能成佛 所以你要知道 你从早晨起床 到晚上睡觉之前 所有人都在考验 你能够经得起考验 在境远当中 这一天当中 不齐贪嗔痴慢疑 这叫真意修行 修行不是念经拜佛 不是打坐 不是搞这个 所以统统搞错了 修行就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处事 在人间物 特别是人事 物质和其次 特别是人事环境 所以你能够观观通过 叶帆风顺 这叫真功夫 你是经得起考验的 那不是真干的 天天读经 讲经 讲得天花乱坠 人家羞辱你一场 你就到他火了 生气了 就完了 一切都完了 假的 赞叹叹你几句 就高兴得不得了 这怎么行 修行人最怕的 就是在境界里头 迷惑了 那个赞叹的 比伤害的力量还可怕 赞叹着你糊涂了 迷惑了 自己以为不得了了 公告我慢都起来了 只要公告我慢 一起来 全部就回去了 别人赞叹 不能接受 他说我怎么怎么好 我们跟祖师一比 差远了 跟佛菩萨一比 更差了 这样他还会有点动心 神有点生欢喜心 不行 你不及格 回报你 你还有一点不服的心 还有一点怨恨心 不行了 凡所有向 皆是希望 你还是坐下 你的起心动念 依旧在造轮回 所以 所以的第一个抱怨心 叫我 叫我 遇到这些事情 要想到 这是我须事 让我也过舒服 须让我也过保守 感性 感性忍受 多无怨恨 不但我们有怨恨 还要神报恩一下 为什么呢 他对我 考试我 我及格了 我通过了 我要报恩 以自己修行功德 回向给他 就像 在佛地教会当中 第一个证阿罗汉 可得 乔证如 敬证如 敬证如